布林肯最新发表挑衅性言乐 他说台海问题不属于中国内政 而且是公开的在向台军出售武器 新一批的对台军手开始 我觉得现在咱们解放军殲-10C驱离了 19架殲-10C进入西南方向 驱离了美军的轰炸机编队 这个事咱们仔细谈一谈 现在美国等于是就是明确了 要在台湾开始搞乌克兰计划 台军现在自己表现的就是相当兴奋 真诚的感谢 不知道是真啥还是假啥 乌克兰人现在有几个感谢 当年美国搞所谓的加入北约计划 咱们数量 现在美国人提供的数量和先进程度 要比对乌克兰的军援要强上不少 因为台湾更有钱 它有战斗机 乌克兰现在嫌有战斗机还难 当然这个PD-15已经搞定这些300多枚导弹 但是可以说本身军构构成了一些关键 就是它代表的背后的潜台词 就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自己已经不惜一战 要插手台海了吗 乌克兰之前就说台海问题不属于中国内政 威胁中国不准中国武统台湾 理由就是台岛生产全球大部分的汽车手机芯片 它还每天的贸易量高达50% 地位重要 说冲突将涉及全球 也就是说你是全球政府吗 谁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讲的 他们反对的不是西方反对的 就是全球政府 所有东西都是借全球这个问题 来什么 来向各个国家的主权发起挑战 解放军现在也必须表明一下态度 所以非常清晰 中国绝不允许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我觉得已经晚了 按照咱们这个频道 两年前就说了 这迟早的 结果来了 这来了 中国已经是面临的就是更大的困难 就是怎么样让一个国际化的台湾问题 让你去解决吧 乌克兰战争当时估计没有人判断 中央估计也没有判断出来 当时也没有提前判断 咱们先判断出来 现在美国就是一心也想要搞乱整个东亚 中国不能推上 一旦你推上转弱 就跟乌克兰战争一样 普京14年期就可以拿下乌克兰 结果什么 结果上了个当 上了个北溪管道的当 咱们讲了当年 默克尔用一个更大的饼 让你什么 让你先不要去动乌克兰 我好趁这个机会 你想这个饼不就只有北溪这么大的饼吗 所以俄罗斯就没有去动乌克兰 结果这八年闹哄哄 对吧 最后俄罗斯被下入被动了 最后北溪也被炸了 你想想 这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圈道 所以美国人现在再跟你谈什么 不让你武统 我觉得但凡有点智商 看到普京当年被骗 还有人在相信 那就是真的大傻门 咱们不说中央谁 但凡是还有人在相信美国人是 是吧 我觉得现在武统这事已经没得谈了 没得什么好意外的了 美国人在俄罗斯搞乌克兰搞那个事情已经非常明显 还有人再说中国不能武统 我觉得那就天大玩笑了 对吧 他给你画多大饼你心呢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 关键就是什么 中国怎么样应对什么时候武统 没有别的可能性了 美国现在在科技上对中国打压 这个里边逻辑是在哪呢 他其实就是要让中国忍耐 继续忍耐 然后呢 不要跑到这个武统这个赛道上 跟美国拼 实际拖延嘛 他这个逻辑是很简单 就是等待美国的AI返潮中国 他现在搞这个所谓的芯片制裁 目的什么 芯片是所有的人工智能的一个触角的一个 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 没有了芯片或者芯片技术降低之后 美国的AI 他获得的数据就更多 中国这边没有了芯片之后 他的获得数据少了 等到美国的AI超过中国 他就可以 现在等于是在拖延中国 所以现在跟中国打芯片战实际拖延 这种搅拦世界当然有后果 我觉得中国现在也必要认清 就是一旦中国的AI 一旦是被美国反超 中国可能就晚了 这里边呢 咱们讲到了 中国现在不能示弱 当时这个三架B-52 强闯台海 对吧 解放军拦截咱们一个讲 19架解放军的坚实 现在拦截这次行动 非常成功 现在很多人看到了一些图片 三架KS-1352 在巴尔海峡 开着硬的岸进入 当时巴尔海峡空域 是由美军战机冲了 19架坚实 前出进入台西南空域 就是拦截 趁夜色拦截 进入台海上空的美军机 那就了解呢 这些美军护航战机 护着三架B-52H 进入台海 应该是从南向北 要穿台海 据说上面带着核弹 据说可能带核弹 但如果真的是带着核弹 那就是 对中国的直接挑衅 中国的坚实 可能是要查证 但是它是内置弹舱 那可能就是中国要查证什么呢 查证 那查证就是把它逼 降落在中国大陆机场上 上飞机上检查 大家注意啊 这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 意思很简单 中国的坚实是要 强行迫降B-52三架 查证它是否带核弹 一旦查证带了核弹 那么 非常清晰啊 中国立刻可能抓住这个把柄 向美国进行反攻 对于中国大陆实施的这个战略威慑 这是美国一贯的 用核武器进行威慑 它打了好几枚这个核弹了 这个主要是陆基的 陆基的 它用测试名义 打了好几枚 没用 它想就用轰炸机跑台海飞一圈 带着核弹飞一圈 这可能对中国的恐吓更好 更大 为什么 东南亚海 一直是中国的软肋呀 我讲了 对吧 上海 对吧 浙江 对吧 福建 加上广东 台湾 这些所谓的中国经济发达地区 全部都在美国 就是海盗的打击为内 所以你中国未来再在这砸钱 我觉得得不偿失了 因为瞬间可能毁掉 乌坎典型了 美军B-52一轰 在这一轰 这些所谓的原来的大金机就跑了 跑到哪 跑到美国去 所以它非常清晰 它用B-52一是带着核弹就跑着 转一圈 一有事就转一圈 一有事就转一圈 如果你这样得逞 中国的资金就跑光了 是不是就美国收割成功了 所以很显然 美国这次故意隐瞒 炸裂轰炸机抵进泰 突然搞突然行动 深夜 蒋洋军 泰式感政维还非常强 立刻出动 歼10C 注意啊 以前都是歼16 歼20配合 现在只是歼10C 就说明什么 说明来不及了 应该是紧急出动 所以这个歼10C直接去 胁迫美军降落在中国大陆机场 主要是检查它是否带核弹 当然这个战略轰炸机 极不安全专业 这个行动 挑衅嘛 如果真是有核弹 它飞进台海 那基本上就是 对中国大陆的直接国家安全威胁 那么咱们说官岛距离 台海不足3000公里 B-52H坐在半径是7000公里 所以B-52H不销空中加油支援 就可以单独完成这次任务 所以呢 它带了三个KZ-1352 是在巴士海峡上空待命 说明它可能携带 大载核 对吧 大载核可能是 意味着真有核弹 大载核就是它航程要减少 它就回不去官岛 所以呢 一旦遭解放军战机拦截 它怎么办 它就准备掉头往南海方向逃 逃的时候 是吧 整个距离就飞 飞远了 然后呢 我就是由这个空中加油机来加油 这一次出动19架 这个殲-10C 就是要把它迫降到中国大陆基地 一定要查证 等于是什么呢 等于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 中国要掌握证据 B-52H 它现在是向西南方向逃 快逃 快速逃离 跟那个美军尼米兹号一样 快速向苏鲁海逃 台湾呢 确实能看到 监测到殲-10C飞行轨迹 就是中国殲-10C有明显的追击动作 现在爆出的中国殲-10C是追上去了 追上去干什么 不是趋离 是把它拦截到中国基地 追上去的意思就是把它拦过来 逼到中国迫降 实际上就要抓它 所以现在非常明确 中国大陆应该是和美军在台湾西南空域 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锋 抓敌人的B-52 最后美国轰炸机最后跑了 还是跑了 他原本是想从南往北穿过去 认为解放军不能发现 结果什么 之前台军就发现大量的美军侦察机 情报机就在这一带飞 当时可能没有重视 解放军当时也是发现大量美军电子战侦察机 包括P-8A RC-135U KC-135R 一直在这个方向飞 飞行信号看 这些美军飞机没有一架真正进入了台湾上空 就意味着解放军这一次拦截 这个是成功的 就是31号以后也是大量的这侦察机在这飞 谁说28号那一次大战 可能31号晚上又出现了一次 然后还是没成功 所以等于是解放军连续的和美军在台海开始斗志斗勇 我觉得这个他不会玩的 咱们说按照美国人这个性格 他不占到任何便宜的 情况下他绝对没完呢 没打扶他 目前看到中国解放军必须要有相关的预案了 怎么样抓他 一旦下一次再派P-52来 怎么抓他 当然这个J20参谓参战 我觉得小概率 小概率因为他派P-52 这不是隐身战战 他要派B-B J20有可能要上 他派的是P-52 可能就是做一次这个 咱们说做一次挑衅 直接告诉你我来了 这么大个 他还逼一逼呢 可能中国还真的是上加尔零 所以现在非常清晰 美国已经下定决心在台海 要对中国进行干预了 布林肯讲的非常明确 台问题不是中国内政 这一话其实 也就意味着美国人 已经下定决心 把台湾变成下一个乌克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